現在看到的是2002年 國際平聯ITTF年終總決賽的冠軍賽 來自台灣的桌球教父莊志願 當年20歲 對上來自希臘的格林卡 反手重砲手格林卡 可以看到兩個人 非常的稚嫩 當年20歲的莊志願 已經來到線牙的巔峰 年終總決賽可以說是高手雲起 當年積分 排名前15的選手才會被邀請 所以能打到決賽是非常的不容易 中資源在四場的時候 是擊敗來自中國大陸的王浩 是擊敗來自中國大陸的 格林卡則是擊敗來自德國的 提摩波波爾 而是台灣 總決賽 總決賽 这个大奖赛 奖金 总奖金 高达一百万 美金 在瑞典的 斯德格尔摩 举办了一场大赛 可以看到格林卡戴上头戴之后 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年终总决赛 年终总决赛 开始第一届 当年的冠军得主是来自大陆的孔令辉 2022年 这时候用的球 应该是40mm 等赛路球 你能看到装置院的动作非常协调 也非常合理 很大于是他从小12岁开始就在大陆的国家队二队训练 可以说是神童级的人物 我现在看到格林卡招牌的反手大幅度的拉球 其实格林卡不光是反手 他的正手动作也非常有特点 稍后你们会看到格林卡正手的部分 肩膀会有一个往后扯的动作 非常异于常人 有一种独特的薄力的美感 好看 好好会想着想着 我还想着想着想着 我再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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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更更清楚 我还想着想着想着 这些个年龄的表明 是那种飞 Away 就是这个现场比较公开 2002年 203年 可以说是庄教会生涯的高峰期 世界排名来到生涯最高的 世界第3 现在比赛开始 我們現在很快可以看 開始了最後一個比賽 開始了最後一個比賽 章志願 一上來就 搶先上手 反正撥了一個 所以 甚至在世界規程中 在7、8網站 所有 公共的公司 這就是 格林卡一個招牌的反手拉 拿下第一分 章志願在2002年就 使用這種類似 勾手的發球 還是非常先進啊 當然 新的計劃 在2002年 都不太影響 在台灣 章志願 我最主要是 哇 可以看到當年 甚至20歲的 章志願 正手是非常的爆 對上 歐美的選手 是好不遜色 又是一個戰手的強力進攻 因為 既然 對於是 既然 既然 他招待了 既然 他給了 我看不見了,他不見了 昨天我們不見了 昨天我們不見了 我相信,他現在贏了 他現在贏了 他在開啟動 我們會看到更多的 很漂亮 6-4 前進去 他在下距離 是 是 有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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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很少 你 看 你 看 你 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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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是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他有讓每個翻秀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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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變得更快 8-7 這個比起 這個比起 9-7 9比起 招聖陷線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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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10 9 10 我剛才看到台灣人的肩膀 再重複到左手 看到左手的肩膀 會有很多人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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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格林卡一個招牌的暴力陣手 你可以讓他肩膀往後扯的 幅度非常的 有點在用蠻力的感覺 非常的卷 這個上圈球 哇 格林卡連續的正手反手 連續輸出 裝置院是 不慌不忙的 一球一球的擋下來 最後格林卡自己給一個失誤 裝置院拿下這一番 裝置院為甚麼能在四場 擊敗王浩 因為他不管是協調性 但爆發裡 整理的表現都在巔峰狀態 如果我們只考慮 如果我們只考慮 只考慮 如果我們只考慮 我們只考慮 他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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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忙 他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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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手 彈得非常好 所以是你参加的像是好囤体的 你参加了一个比较大骤 的一切 甚至是虫无论的一切 在落差两句 他冲了处ados 十秒二职銀佑 如果是我们赢了 然后让我们赢了什么 如果是从盛里面会被锅人 他冲了一天 所以我们对这个角色 和我们一起的战录 接下来 这部门 这个是不足 啊 我刚才刚才问了 我现在想尝询说 她如果曾有关他 他支持了他 的话 非常 gia 说来对 看完 这专端本期的裁刀 就是顾身份 一模一下我们看到 有 Jeff 大家一 długo 50 摆掉 比賽到現在為止莊智恩還是比較有效的控制住了 格林卡的反手大球 好 既然有時候有問題 這是非常多的 看起來 哇 又是一個精彩的隊啦 格林卡最後硬拉了一個超斜線 有理到外 雙之院會了一個空拍 雙之院的反手還是非常敢於發尾 一有機會就直接上手 哇 又是一個反手快速的上手 雙之院想要再來一個可惜發生失誤 哇 這樣雙之院 連續的拿下 現在占有2比0的優勢 雙之院的場邊教練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是誰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從這個角度看到格林卡整個身體大幅度的扭動 可以看到他的柔韌性還是非常的好 第三局 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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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搭配 沒有人知道 那是誰呢 由誰呢 可以看到格林卡 是誰呢 可能是誰呢 對他來說很大問題 他自己的攻擊 他沒有強迫的力量 看來,他的肩膀很穩定 他在桌上 他有強迫的力量 他在桌上 他現在不是在這裡 但他現在不見了 他在桌上 他在桌上 哇 庄志願還是很穩的控制住 可惜啊 最後稍微偏了一點出界了 可以看到 當庄志願很有效的去控制格林卡的拉球 格林卡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辦法 這次我還不 為什麼我看起研究的話 因為這樣讓我看起來很穩定 要弄到手上的手上 要把握頭打下來 這就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要解決 哇 是很快速的強攻 很高的技術 很少去振動 而且這些技術 都會有足夠 在桌上 非常聪明的一个镇守波球 这双心会发现了一处 现在看到了指染力,并以转发力,有时候可以測戏 我们现在看到了 怎么开始这边的架子 这里是把脚踏的角度 哇 好球 你可以看到 當年這種賽洛路球 在空氣中運行的軌跡 非常的好看 這在當今塑料球 為主的比賽已經很難看到 很棒 其實歌音卡的陣守現在 還是以拉卷的為主 帶側權比較多 這就是這樣做 我現在把新的方法 做新的方法 不要開啟 好球 可以看到 格林卡的運動能力 其實是非常的好 其實是非常的好 知道 非常好 Kalynikos 兩次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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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球換成了裝置人 主動搶攻 開局 戰盡優勢的格林卡 現在又陷入了8比8平手的 難題 这一局他能不能拿下来呢 哇 格林塔的反手虽然很薄力啊 但是装俊直接站到侧身位 用正手拿下这一分 9比9 这样比赛到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精彩 非常都对了他的场面 好 格林塔的反手快攻 得到了一个橘木点 我认识 但是,我希望你能說一下,有一個努力, 而是,3-0,2-1,這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很興奮的 我們在前面,我們會看到很興奮的電影 比賽來到了第四局 裝置員2比1領先 1-0 現在是個角色 哦 章主人現在被抓了一個發球犯規嗎 這跟拋球有關係嗎 中間一個鎮守盪獎都是爆條 再一次展現了他的運動能力 這個簡直就是一個蛇球啊 格林卡的穩定性是差了一點 5-5 如果現在不踩到極端 防止了这种肩膀,会用过去中央,会用够的肩膀 加了夺的肩膀 进去的肩膀 可以把打得非常聪明 在后台不急不许的掉了一个 哇哦 跟英堂也被砍了一个 這個人翻球犯規 應該是球拋得不夠高 反手轉正手 最後不正手的時候發生失誤 好 床主人拉了一個直線 緊接著一個斜線 哥林卡是初級方 我們常常見的 在大陸的中心 我們會看到 在這場中的比賽 我們會看到 這個比賽 哇 哥林卡在中心裡 真是十分正在 正在有些比賽 看起來是非常賺 我和你一起去 她有种コوم子 她蹲下她蹲下 我也被责了 地鱼 十多 十多十 哇 哇 格林卡 正反手的 連續進攻 我可不可以是重炮手 格林卡 格林卡 反手真的太棒了 先用反手扛了幾個 中間的正手 最後一個 稍微幸運的 出網球 拿下來這一局 格林卡 進入佳境 直速來到2比2 這位 場面教練 看起來是深藏 的 不夠 應該是一個非常有驚豔的 選手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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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中間以反手騎板的時候 可以看到他是打得非常自信 中間以反手騎板的時候 中間以反手騎板 中間以反手騎板 很強烈 五個打 看我做了 中間以反手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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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佁ет humanities 中間以一套 中間以反手 iets 這一局莊俊是勢在必得 已經6比1的領先了 漂亮的翻手假動作 格林凱原本以為莊俊要拉斜線的 沒想到最後到了直線 漂亮 莊俊人反應很快 這一局會展現他乒乓球的天賦 哇 莊俊人這一局本來是沒有擺好的 但是他沒有放棄 硬是扛下來拿下這一份 10比1 哇 這一球太狠了 好不客氣的 直接掃了回去 他這個陣手 哇 11比1非常殘酷的一個分數 格林卡 還有機會嗎 看來最後那一球的陣手 有點打出了那種單語消息 神仙球的感覺啊 覺得可以是莊俊人 現在要十大好投機 3比2 3比2 拿下這一局裝機緣就 是今年的年终大奖赛的冠军得主 革命卡还是很稳 从远台的队拉 两位选手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很难说谁占上风 这个反手真的很不客气 不讲理的直接就回去了 这场比赛之所以这么好看 是因为两位选手都放得很开 不会像大多数的冠军赛一样 两位选手都打得很拘谨 很紧张 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发挥出来了 他们的力量还有速度 当然这位裁判也不是闪游的灯啊 已经喊出了两个发球犯规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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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卡開始在遠台的這種相識 找到了自己的節奏 這局看來是有希望拿下來 格林卡的反手 覺得已經類似於網球 單手反拍的那種優雅的感覺 都被格林卡給打出來 非常的流暢啊 對 7-4 4 4 8 他可以贏自己的3-8 他也是在阻止他 他可以贏自己的阻止 他可以贏自己的阻止他 他可以贏自己的阻止他 所以因此 是历史的原因 所以我都 болел 把那些团败 也有点好习惯 如果有这样的图身体 反手發醜 高拋 嗯 雙拳還是放得很開 這一球被格林卡提前算到了 3比3 哥爾朋友 七局大戰的戲碼 果然還是來到了 2002年我們在 瑞德斯德格爾摩的年終 ITTF年終大獎賽 年終總決賽 裝置員來自希臘的格林卡 誰能夠把這個冠軍長輩帶回家 我目前為止 那是 這很重沉的 我認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格林卡发球 格林卡还是坚持他的翻手产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呢 其实装队很聪明的 到阵守卫拨了一个想要牵制住格林卡的反手 但是可惜啊 没有如愿 2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嗯,張志願這樣打的勝算就很大了 比穩定性的話,莊志願還是明顯的勝於哥林卡 所以莊志願主要是打穩一點 讓哥林卡自己造成失誤 呢牙齒,應該是一種懶惠的 Beckett 是非常困難的牙晶 包括比穩定性分析 那他們會有3次,讓哥林卡自己去比穩定性 是三種 Harley 在這四個鞋子裡 就算了 第3版應該長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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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